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儿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盖板的收市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超过1% 纳斯达克指数创收市新高 市场憧憬美国将会推出新一轮的舒缓措施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382点 收报30199点 升337点 升幅1.1% 标报500指数收报3694点 升47点 升幅1.3%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2595点 升155点 升幅1.3% 道指成份股方面 苹果升5% 之前有报道指出 苹果计划 下年上半年将iPhone产量按年提升三成 至于迪士尼就升2.8% Nike升2.3% 看港股美国预托政院的表现 ADL个别发展 在汇控之后 给本港收市升1.87% 中移动跌0.1% 中联通升0.01% 中人寿升0.61% 中海游跌1.12% 中石化升0.34% 中石油升0.77% 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股市收市个别发展 美国股市连跌第三天 德国和法国股市连升第二天 欧盟提前开会審批新冠肺炎疫苗的批准付运日期 英国股市受累低收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报6513点跌18点 法兰克福低指数收报13362点升139点 帕利克指数收报5530点升2点 看油价 油价连续地日高收 投资者关注新冠疫苗的接种 漠视了欧洲收紧封锁措施 以及燃料需求复苏速度将慢于预期预测 油价收市上升 纽约企油每桶报47.62美元升0.63美元 伦敦布兰特企油每桶报50.76美元升0.47美元 看密金价表现 金价收市上升 市场预测 美国有望出台新一轮疫苗舒缓措施 可能令通胀升温 加上美国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再次引发投资者忧虑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有避险功能的黄金吸引力增加 推高金价 纽约期间 会安事报1855.3美元升23.2美元 看美元回价 美元在两年低位附近徘徊 美元指数在美市报90.446 星期一曾跌至90.419 是2018年4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英镑对美元在美市升超过1% 因为有报道指出 英国和欧盟谈判代表将达成协议 大其后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申 初伤最有可能的结果未能达成协议 美元向下 带动了欧元在两年半高位附近 欧元在美市微升0.1% 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7.7514 日元103.69 欧元1.2146 英镑1.3436 瑞士法郎0.8858 加元1.2705 澳元0.755 紐元0.7084 各付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91 30年期债券报1.66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6407 升28 各企指数最新报10465 升65 大肆成交暂时166亿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 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全头见 要长蚊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卖价1852.1美元 卖出价1852.77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24.435美元 买出价24.4942美元 以上资讯人要长蚊提提提